音樂 福島事件是在2011年的3月11號發生的 到現在已經7年了 這7年當中其實福島的這個核災還沒有結束 這次我們特別邀請到是來自日本的戰地記者 他在福島事件之後進去7年所拍攝的這個影像 從幾萬張挑了40幅來這邊展覽 大家可以在這裡看到第一手福島現況的狀況 那告訴我們就是說福島的災難還沒有結束 我們不要因為好像距離有點時間 好像很多這個日本官方媒體都說重建好像已經很順利 已經到位了 就以為福島核災還沒有結束 這個災難還在持續 可能在幾十年在幾百年都還在持續 所以我們藉由這個展覽是提醒台灣人民要注意 我們還有核一核二核三的問題要處理 這些老舊的核電廠還是有核安的問題 然後呢一定要如期的處理 而且還要處理後面的核電廠幾十年的處意 以及後面幾百年甚至更久的核廢料的問題 今年我們提出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就是台灣現在能源轉型裡面一直被忽略 沒有著力的地方就是呢應該要推動節能 大力的推動節能讓用電能夠零成長 用電零成長可以解決很多的問題 我們不會因為增加很多的能源需求 所以我們要蓋藍莓電廠 那我們如果多使用其他乾淨的能源 空氣污染的問題就可以得到控制跟逐步的解決 而來看有些東西 提議更多的能源 最快的能源 才會再次把這種方式解決 在這個問題下前方 那就是想要來 讓我們會兩下方選擇 不去半年 從前方選擇 立於細節 我們會遇散承 一切落庭 在家中 比特時 一段時間 我是從錢 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